班里有个叫乔欣欣的女同学 是出了名的喜欢自拍 她在实验室里自拍 导致实验数据泄露 全组三年的辛苦功亏一篑 浪费了上议员的研究资金 我准备向导师举报 却被竹马和弟弟阻拦 如果你去了 欣欣将来该怎么办 万一她避不了业 就没有未来了 后来数据泄露的事情被曝光网络 我成了背锅侠 努力了多年的学长学姐 因此避不了业 错失到手的offer 他们恨不得我去死 我想自证 竹马和弟弟去跳出来 倒打一耙 把我死死定在吃乳柱上 这个是总要有人解决 欣欣加进困难 你承认了 也不会对你的未来有多大影响 最后 我被学校劝退 遭遇网暴 还被他们从楼上推下去 伪装成自杀 再睁眼 我回到了数据泄露的那一天 一 为了庆祝今天实验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决定自拍一张 纪念这有价值的一刻 本就长相可爱的乔欣欣 故意嘟嘴外蒙 更显得可爱 拍完后 还拿给实验室里的男生们看 撒娇又傲娇道 是不是特别可爱 身为团宠的他 自然得到了一众夸赞 竹马陆婷笑了声 每眼间都是温柔 仔细点频道 是很可爱 眼睛大大 睫毛也长 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很漂亮 弟弟沈志燕也迫不及待夸赞道 乔欣欣本来就长得很漂亮 照片还不及你本人的十分之一呢 乔欣欣嘴角上扬 眼里满是得意和骄傲 虚荣欣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于是又把手机凑到我面前 炫耀道 知义师姐 你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准备发朋友圈 我冷身开口道 删掉 实验室不能拍照 发朋友圈更不行 乔欣欣立刻别起了嘴 委屈道 知义师姐 我好不容易拍自拍这么好看 我才不要删掉呢 教授都不在 我偷偷拍照屏蔽教授就好了 只要你不告状就没人知道了 求求你了 我最好的师姐 撒娇 半可怜 是她的拿手好戏 露婷仲媒 一脸不悦的开始说教导 不过就是一张照片 知义你这也太上纲上线了 女孩子本就应该互帮互助的 你这样点小家子气了 都是女孩子 你看看乔欣欣性格好 又那么开朗 你每天不是实验 就是图书馆 都没有半点女孩子的样子 我看你要多和乔欣欣学习 怎么当个女孩子 说的大义凛然 义正词言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她是乔欣欣的男朋友 二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义 整整二十年 却抵不过乔欣欣出现了两年 还真是讽刺 前世我是真心的爱她 信任她 所以她知道我所有密码 轻而易举的陷害我 不仅让我背锅定在了吃乳柱上 更是亲手把我推下高 老 让我摔成肉泥 曾经她无数次说这些话 屁优为我 但是我因爱之名 心甘情愿为她化地为牢 可是如今 我只觉得她无比恶心 丑陋 是吗 学习她怎么违反实验室的规定 把我们辛辛苦苦的研究成 果泄露出去 陆婷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太小家子气了 也没有半点女孩子的样子 配不上这么优秀的你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分手了 我的话 让直接陆婷愣在原地 之前我对她向来百依百顺 从来不会当众顶撞她 现在这么大的反差别说是她 周围知道我们关系的同学也都懵了 弟弟最先反应过来 周梅指责我道 姐姐 你怎么说话的 人家庭哥 不过就是说你两句 你就要闹分手 这也太胡搅蛮缠了吧 欣欣不过就是拍张自拍 哪里就是泄露研究成果了 姐姐你是不是极度欣欣 长得漂亮 比你更受欢迎 心里不舒服了 你从小就强势 不许别人捂你一点 也就严格脾气好忍了你这么久 言语嘲讽 眼神比喻轻蔑 这就是我从小到大 关爱有家的弟弟 曾经跟在我屁股后面 牙牙血雨 发誓着长大后 要保护我一生的志气 最后却成了亲手杀死我的凶手 真是嘲讽至极 陆婷此时也反应过来 运用到 沈志义 都怪我平时对你太好了 让你变成了 这么不讲道理的样子 刚才你说的话 我可以当没有听到过 但是你向我和欣欣道歉 她这么干净可爱的女孩子 平白无故被你这么污蔑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她做错了什么 你赶快道歉 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前世他们就是这样 把所有责任 撇得一干二净 然后推到我身上 我对他们的好和信任 成了他们同向我的刀 如今重来一时 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 他们只有死 才能让我上一世冤屈的灵魂 得到解脱 三 教授被实验室内的吵闹 给吸引了过来 乔欣欣立刻开始 委屈巴巴的诉苦 教授 知意师姐仗着 他是实验室的老人 就随意的责骂我们 平时我都忍了 可这次还污蔑我泄露 实验室的数据 这项罪名太大了 我实在是担待不起 实验室里老人 欺负新人的霸凌情况 以前发生过不少 还有学生受不了 跳楼自杀了 所以如今学校里 管的都很严 他倒是很聪明 会给我扣帽子 教授眉头微醋 脸色不太好看到 知意怎么回事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完完整整说了一遍 弟弟急忙解释道 教授 你别听我姐瞎说 今天我们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欣欣只是想发张自拍庆祝一下 但姐姐非说 欣欣泄露机密 我们都可以为欣欣作证 她绝对是清白的 一旁的陆婷也跟着帮枪 是啊教授 欣欣那么单纯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 知意就是太小题大做了 现在欣欣被她都逼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做错的人应该是她才对 各个说的都义正词言 言之早早 不知情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会以为是我故意欺负乔欣欣 只是可惜 这一世的我不是卵柿子了 直接把乔欣欣放在大挂里的手机 给抢了过来 平保就是刚刚自拍的照片 教授只是一眼就注意到角落里的数据了 顿时脸色大变 乔欣欣你现在立刻把照片删了 感谢了我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给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还有你们两个把实验室规则超一百遍 下次再犯就直接滚出实验室 顿时他们三个都傻眼了 弟弟一脸不服气道 教授为什么呀 不过就是一张自拍 又不是什么大事 至于这么严格吗 教授气得脸都白了 怒喝道 后面的实验数据你都眼瞎看不到吗 要不是知意细心 别说检讨 你们都得去坐牢 实验室泄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而且这个实验还是高效重点研究 保密的至少十年起步 四 教授发火了 他们三个才消停下来 但脸上都是不愤之色 很明显是不服气 于是等教授前脚走 他们后脚就把我围了起来 开始声讨指责 知意师姐 你是不是早就发现我背景图上有实验数据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都是同门师姐妹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现在看到我们被罚了你就高兴了 弟弟也愤怒道 姐姐 你心眼可真小 辞经这一套你玩得可真溜 陆婷也强压着怒火道 知意 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件事情 究竟是谁对谁错了 这件事是你做错了 心心血一万字的检讨会累死的 你赶紧去和教授求求情 让他免得心心的检讨 我嘲讽道 脑子有病就赶紧去医院看 自己做错事居然还敢赖到我头上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顿时 他们三个的脸色都难看至极 似乎意识到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 无条件帮他们擦屁股的白痴了 只有弟弟这个傻呗还在一旁叫嚣 姐姐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真是没素质 比不上心心一半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们受罚的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亲弟弟 你就是这么当姐姐的 爸妈要是知道了 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听到这 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上去就狠狠的甩了他一巴掌 你还知道是我弟弟 不帮我说话也就算了 居然还帮外人来指责我 从小到大 我生怕委屈了你什么 你现在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弟弟捂着被我打肿的脸 愣了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当即神色就变得凶狠起来 怒喝道 沈志英你居然敢打我 爸妈都没有打过我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今天这巴掌我记住了 以后双倍还给你 说完后就怒气冲冲的跑了出去 乔欣欣幸灾乐祸的看了我一眼后 小跑追了上去 鹿岩朝着我冷笑了声 也跟了出去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勾了勾唇 以前我是很疼弟弟 对他基本上是百依百顺 所以他们以为 现在我会难过伤心绝望 哼笑死 现在我只希望我弟弟去死 当然还有他们两个 都别想好过 五 前世好不容易成功的实验 因为乔欣欣的泄密毁于一旦 现在我总算保护好了 一起实验的学姐和学长知道这事后 全都跑过来表示对我的感激 各种小零食投胃 我并不怪前世他们被弄骗后 对我的羞辱责骂还有诅咒 因为如果我是他们 我也会这样 辛辛苦苦两年的实验 就等着他拿到毕业证 去上班 可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任谁都生气 为了防止他们三个在闹幺蛾子 我主动找到了教授 想让他们三个停止参加后续实验的收尾 教授倾笑了声 眼里满是赞许 你总算是想明白了 当初我就不看好他们三人 可是你都开口了 我也就破例让他们进了实验组 这件事情也是给你敲响了警钟 以后不要再那么感情用事 我鼻头发酸 前世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 只有他跑前跑后的帮我说话 学术界的态斗 走到哪里都是被人尊重敬仰的存在 可是为了我 弯了腰 我郑重道 教授你放心 我不会再感情用事了 教授满意的点点头 想明白就好 半个小时后 乔欣欣三人就已经收到了 停止参加实验的通知 那也代表着他们不会在实验上拥有署名 也不会给他们加分 履历上更不会写参与这次实验 所以 他们白白在实验室里待了两年 不过 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差 本来也没有动手做过实验 他们这也不亏 但是很明显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上午才和我闹掰的弟弟 现在又出现在了我面前 愤怒的指责道 姐姐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几个提出实验室 我的也就算了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名额对欣欣有多重要 她一个农村考上来的女孩子 走到这一步 要经历多少的艰辛 你凭什么这么做 我双手还凶 冷笑道 因为我才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负责人 而你们三个是沾了我的光 才进了实验室 而且一直都没干活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名额给你们 弟弟顿时额头青筋抱起 双手也紧紧的钻成了拳头 沈志毅 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上午实验室的事情 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 我们被罚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算我们进实验室 只沾了你的光 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凭什么把我们的名字给剃掉 只要你现在和教授说 继续让我们进实验室 我就还认你这个姐姐 上午的事情也和你一笔勾销 我轻蔑一笑 嘲讽又嫌误导 你以为我很稀罕你这个弟弟 又蠢又无脑 说出去都丢我的脸 谢谢你不认我这个姐姐 以后我们当陌生人就好 弟弟气得浑身都在发颤 神色也争鸣了起来 沈志毅 我给你脸才叫你一声姐姐 你真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了 你别忘了 我才是沈家的独子 将来沈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为今天说的话 付出惨痛的代价 无能狂怒可真有意思 我勾唇冷笑 眸中寒光凛冽 是吗 那我就等着那一天了 六 弟弟刚走 我就接到了陆婷妈妈的电话 讨好又卑微 知意 听说和小婷闹矛盾了 他知道错了 但他脸皮薄 我在这里替他给你道个歉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有什么误会 直接说开了就好 可千万别意气用事说 分手什么的 太伤感情了 只要你能解气 让小婷被实验重名了也无所谓 你开心最重要了 我从小就把你当亲闺女看待 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陆氏集团依附于我爸妈的公司 才有如今的规模 所以每次我和陆婷吵架 他妈妈总会给我打电话 赔礼道歉 以前我也总顺着台阶下 毕竟他是长辈 还是要客气的 但那是基于我对他还有感情的份上 可是现在我不仅不爱他 还想让他去死 于是慢悠悠道 阿姨 陆婷和我们实验室 一个叫乔欣欣的女孩子在一起了 感情很不错 他被赶出实验室 是因为乔欣欣泄露了实验机密 他一直护着她 惹怒了教授 电话那头沉没了好一会儿 才传来陆母压着怒意的市民 知一你放心 这是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勾纯冷笑 没事的伯母 我和他缘分已尽 以后我实验也很忙 你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拉黑了 可以想象陆婷待会受加法的样子了 脾开肉绽 至少有半个月下不了床 记得有一次他因为犯错 差点被他爸爸打断一条腿 要不是我替他求情 估计真的就废了 这次我倒是想看看 没了我 他的命运会不会重新回到正轨上 气 晚上回到家 就看到弟弟和爸妈告状 弟弟冷嘲热讽道 你还有脸回来 我以为你不知道你是沈家人呢 我放好包 似笑非笑道 没脸回来的人应该是你吧 差点因为泄露实验室机密 要去坐牢 到时候别人会笑好爸妈一辈子的 以后脸王奶哥 顿时他就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怒喝道 你别胡说八道 这都是你虚边乱造的 妈妈没有搭理他 而是神色紧张地看着我 知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赶快说说 弟弟刚想插嘴 爸爸一巴掌就拍在他脑袋上 他立刻就闭上嘴 我原原本本地 把实验室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包括和陆言分手 和他妈给我打电话的事情 妈妈后怕地拍了拍胸口 送了一口气道 知意你这是做得好 及时地挽回了损失 也没让你弟弟成为帮兄去坐牢 陆言这孩子 知识越看越回去了 拎不清分手力也好 不然以后还要被连累 弟弟气得蹦了起来 生气道 妈妈 你别听到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羡慕欣欣长得好看 大家都喜欢他 所以才故意针对抹黑他的 沈之意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他话还没说完 爸爸的手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这次力道特别大 弟弟脸上顿时就肿了起来 嘴角也在流血 爸爸愤怒道 谁教你这么说跟姐姐说话的 要不是你姐姐 你这辈子都要毁了 当初你死活要带着他们两个 进实验室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塞进你一个 你姐姐就花了不少功夫 还带那两个脱油瓶 现在你们被赶出来了也好 我们也不用担心 你给你姐惹祸了 以后再让我听到 你帮外人说你姐一句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这还是第一次爸爸发这么大的火 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以前他们也是科研人员 虽然后面经伤了 但骨子里的科研精神还一直在 弟弟双手紧紧的钻成拳 强忍着怒火道 爸妈 这次是妈妈甩了他一巴掌 他气得脸都红了 谁告诉你 女儿就是外人了 他就算嫁人了 生孩子了 将来死了 那都是我们的女儿 你别以为你是儿子 我们将来东西都会给你 谁有能力 我们给谁 这斩钉截铁的话语 无庸置疑 身边有不少父母重男轻女 但是我爸妈却并不 他们说男女都平等 弟弟愿毒的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了 我盯着他的背影 勾唇冷笑 就他这样的蠢货 还想和我斗 前世要不是因为信任 又怎么可能栽在他们手里 这一事都去死吧 8 实验圆满成功 发布的当天 引起了科研界巨大的轰动 学校给我举办了发布会 这个行业的学者态度纷纷而至 我站在了舞台最中间 侃侃而谈着实验的数据和事例 接受着一双双眼线欣赏的眼神 在聚光灯下 我毫不怯场 本属于我的荣耀 终于到来 直到发布会结束后 我选择的心这才放下 这个科研成果属于大家 没有人再能抢走了 正当我疑惑 乔欣欣怎么没有来惹事 结果出了会场 发现她被拦在了外面 实验室的学长学姐 压根不让她进去 她看到我后 眼里一闪而过的怨恨 很快又恢复 成了讨好和委屈 这一师姐 我本来是想进去给你祝贺的 可是被他们拦住了 不让我进去 我不怪他们 因为我差点把实验室数据泄漏 让我们辛苦了两年的实验功亏一篑 还好你及时发现 不然我死了都不能赎罪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从来没有人这么八经的教过我 所以我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我保证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以后我会乖乖听你的话的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一师姐求你在实验上 加上我的名字 这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这却关乎我能不能毕业 将来能不能找到好工作 照顾六十多岁的父母 这是想要道德绑架我 但不好意思 我早就没有道德了 我吃笑了生 慢悠悠悠道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吃一千掌一掷 以后你注意就好了 名单已经报上去了 不能改了 想要署名下次实验的时候 再好好表现 他的脸色就难看了起来 愤愤道 知一师姐 你是看我和陆婷师哥走的 尽所以故意报复我 我勾唇冷笑 所以你这是知三当三 他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脸上清白交错 沈知一 你够了没 有 把我们踢出实验室还不够 你还欺负乔欣欣 这是陆延从实验室出来 看到这一幕当即愤怒指责道 我当初眼瞎 怎么看上你这么恶毒蛇蜥心肠的女人 我看着他胳膊上 亲子交错的鞭痕 嘲讽一笑 看来陆叔叔打得还是太轻了呀 你说我要是再打个电话过去 你会不会被打死 陆婷麻烦你搞清楚一个事实 当初是我看上了你 你才能当继承人 可是现在我把你甩了 而你还有个非常优秀聪明的哥哥 所以以后继承人和你无缘了 以后都没资格和我参加一样的宴会 说完还朝着乔欣欣挑衅一笑 之前我就想甩了他 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非常感谢你收垃圾 说完转身就走 无视在背后无能狂怒的陆婷 就 乔欣欣是个很势力精明的人 他听懂了我话语里的意思 开始频繁联系我弟弟了 之前他嫌弃我弟弟年纪小 有些幼稚 可是现在他是他的最优选择 毕竟他是我家唯一的男孩 那将来就是要继承公司的 而在家里失忆的弟弟 被他温柔潜泉的几句话一糊弄 就感觉恋爱了 疯狂地杂钱是爱 鲜花 鲜花的连招 他开始和弟弟坠入爱河了 两个人如胶似漆的 在各种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爱的印记 酒店 车里 野外 怎么花哨怎么来 私家侦探给我的照片 都快把桌面给堆满了 还真是够刺激 当然 乔欣欣得到的报酬也非常大 因为他让弟弟在实验室里给他砸钱 开了个那女分子的实验项目 很明显是想和我打擂台 想要证明他比我强 不过就一点点小进展 他们就嘚瑟的不行了 故意在食堂里拦着我开始炫耀 知一师姐 我本来以为了你实验有多难呢 结果我才研究半个月就有成果了 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 到时候我实验一定会成功 你们花了两年半 而我只需要两个半月就能成功 这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区别 我像他傻子一样的看着他 讥笑道 乔欣欣 果然 你在实验室待的两年半 除了自拍技术经济以外 其他的什么还是什么都不会 弟弟当即就护在他的面前 回对我道 沈志亦你少给我嚣张得意了 欣欣从小就聪明是个天才 你做不动的事情 他分分钟都能做到 你这就是嫉妒他 所以故意泼冷水 你不止心思恶毒还小心眼 难怪严格不要你 我勾唇冷笑 嗯 我不但不要他这个垃圾 也不要你这个废物 还有两个月就是毕业典礼了 到时候我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 希望到时候真能看到你们的研究成果 话虽这么说 但他们恶心到我了 来而不枉非礼也 我也恶心恶心他们 直接给妈妈打电话 说弟弟和乔心心谈恋爱了 还给他投资了几千万 给他做实验 弟弟有信用卡 随便刷一个月二百万的额度 几千万他是没有的 但他暴用爸妈的名义 给乔心心投资的 以往实验室的经费不够用 爸妈也会投资 所以财务以为是我们姐弟的实验 也没有多想就打款了 十 刚把车停进车库 就听到了弟弟的痛苦的哀嚎求饶声 远远的就看到 爸爸拿着戒指往弟弟身上抽 高定的白色衬衣 染得鲜红一片 弟弟跪在地上 鼻涕眼泪鲜血混在一起 狼狈又恶心 爸爸怒喝道 你这个畜生 居然还敢打着我们的名义 去挪用公款 真是翅膀硬了 长本事了 要真是这儿八经的实验研究 我们也就认了 结果是给差点泄露 实验室机密的乔心心 你是真要气死我们 以后你也不用去实验室了 免得再给我们丢人现眼 将来我和你妈的公司 也别肖想了 全部都给你姐姐 每个月就给你十万块的生活费 不够用 就去找工作 自己赚钱 这是彻底把弟弟的希望扼杀了 他嚎啕大哭 大骂爸妈偏心 骂我是个毒妇 结果把爸爸又惹火了 急脚把他踹得良迷远 他这才老实了下来 还真是犯贱 自己找死 弟弟卧病在床 手机也被没收了 乔欣欣的实验也被迫终止 这还不是最惨的 而是他这些天 大手大脚的花弟弟钱 已经习惯了 如今他手上没有钱 吃饭都是个问题 于是他没办法 又主动去找陆婷了 他是真的很有手段 而且也有远见 虽说之前和弟弟 确认男女朋友关系 但对外他却一直说 是好朋友追求者 所以现在很轻易的 就和陆婷又打得火热了起来 虽说他出手 没有弟弟那么阔绰 但好歹也是个富二代 出手也是大方的 而且他为了气我 还故意搂着乔欣欣 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我面前 刺激我 沈志毅 谢谢你和我分手 让我找到了人生中唯一的挚爱 也难怪你一直针对欣欣 因为他不仅优秀 而且特别温柔 情绪价值给够 你也就是运气好会投胎 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你这 那么强势霸道又恶毒的女人 你活该一辈子守寡 我吃笑了声 那还真是谢你吉言啊 我也觉得没有男人配得上我 有钱有势 长得漂亮 手里还有五篇SCI 没用的男人才会说 女人强势霸道 毕竟掌控不了 可怜的自尊心 怎么受得了呢 陆婷脸都白了 愤怒道 沈志一你现在 怎么变成这样了 嘟嘟逼人 哪里还有点女人的样子 你这样我更不会喜欢你的 我成功被他恶心到了 但他也被想好过 我拿出手机 拍下了他们 尸指向扣的样子 发给了陆叔叔 十一 很快 陆婷也在校园内消失了 又被狠揍了一顿 继续卧病在床 当然我收到了他骂我的短信 说我很毒 说我幼稚 还去告状 于是我转手又截图 发给了陆叔叔 他再次洗涤家法 这下子 他才老实了下来 真是个欠收拾的蠢货 强心心日子不好过了 开始把名牌包包卖掉换钱 当生活费 他是典型的媚男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所以得罪了不少女同学 现在被他们各种嘲笑讥讽 他同宿舍的女生 是我的小名媚 主动告诉我说他 这几天行为很怪异 白天出去 晚上回来的时候 身上有不少的疤痕 还在看关于霸凌的资料和新闻 看来这是想栽赃陷害我霸凌了 可是不巧了 自从我重生后 就找了三个私家侦探 早中晚三班 到了溜监视他 因为这几天太忙 没有去看他们发来的照片和视频 看来也要加个班 整理一下 然后让他们身败名裂 转眼间到了毕业典礼 前世没有来得及穿上的学士服 这一次总算穿上了 看着台下久违的陆婷 弟弟 还有乔欣欣 我嘴角就不由得上扬 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 全都过来了 很不错 颁发毕业证的时候 乔欣欣他们稳坐着 因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 要延期 我被院长公开夸赞 被评选为优秀的毕业生代表 他们也没有动作 直到我作为优秀毕业生 上台讲话的时候 他们三个总算动了 弟弟和陆婷猛地站起来 拉起了横幅 沈志毅校园霸凌 滚出学校 乔欣欣站在他们中间 身形憔悴 委屈又愤怒的指责 志毅师姐 你没有资格当优秀毕业生 站在这里讲话 因为你是霸凌者 你是垃圾败类 说着 解开了白色衬衣 清白交错的皮边痕迹 触目惊心 顿时礼堂里 响起了一大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对于这个反应 他很满意 眼底一闪而过算计的光芒 面上却依旧悲愤 我叫乔欣欣 本该是这一届的毕业生 可是因为我惹他不高兴了 所以他让我闭不了眼 他仗着是老人 受教授器重 总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对我霸凌 身上这些伤 就是他拿鞭子抽的 我是农村人 没有背景没有靠山 遇到了委屈和不公 只能忍受 本来我想着 等毕业后就可以逃脱他的魔爪 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延期毕业 这两年 我的遭遇就像笑话一样 沈志毅 你是有钱的富二代 所以在你眼里 我们这些不如你的人 就应该肆意被你玩弄羞辱吗 可我们也是人啊 生死力竭的呐喊 渲染力很强 不少人看我的眼神也满是愤慨 这时 弟弟也扯开了上衣 也露出了被抽打出来的 亲子交错的伤痕 我是他的亲弟弟 我可以做证 欣欣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被他打到大的 他有暴力倾向 姐姐你之前再三跟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动手了 但为什么总是扬而无信 再三地欺骗我 你是我的亲姐姐 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继续犯错了 只要你愿意回头 我相信欣欣也一定会原谅你的 紧接着陆婷也发生了 我也可以作证 他们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也遭遇了他的霸凌 我是他的前男友 差点死在他的手里 说着 也扯开外衣 后背上密密麻麻皮鞭抽打的痕迹 沈志亦我承认你的学术成绩早已很高 但你的人品真的不敢恭美 大家不要对他有滤镜 因为学术不等于品性 你们都被他欺骗了 12 他们三个的脱衣舞 直接让全场沸腾了 不少人都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 还有指责辱骂我的 可以想象 明天全网的新闻报纸上 都会刊登起这场特大的校园霸凌事件 无论我的实验多成功 教授多么器重我 那都没用 我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勇士不得翻身 但很可惜 我有反杀的证据 打了个响指 播放幻灯片的学姐 立刻播放起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视频 打着马赛克的乔欣欣跪在地上 接受着同样打着马赛克的陆婷皮边抽打 同时还传出陆婷狠立的话语 沈志亦这个贱人 害了我不能继承公司 那他也别想好过 乔欣欣愿读道 我已经和沈志燕说好了 过两天的毕业典礼上 我们一起诬陷他 让他身败名裂 陆婷皱眉 有些狐疑道 沈志燕可是他亲弟弟 他真的会跟我们一起陷害他 乔欣欣冷笑道 沈志燕就是有蠢货 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我们三人一起闹事 肯定更有说服力 我还弄到了硫酸 到时候等他情绪激动 直接泼在沈志亦的脸上 让他后半辈子成了丑八怪 看谁还敢要他 说完 他们两个就拥抱在了一起亲吻 学姐赶忙切断视频 这接下来的可就是善而不宜了 犯法的 乔欣欣率先反应过来 大喊道 假的 都是假的 你们别信他 这都是他故意辟出来污蔑我和陆婷的 我会报警告他诽谤 沈志燕你一定会坐牢的 我勾纯冷笑 视频能作假 声音也能作假吗 接着右朝还在傻眼的弟弟道 弟弟你和陆婷还真是好兄弟呢 两个人共享一个女友 只是感觉好像乔欣欣更喜欢陆婷一点呢 虽然你为了他也被剥夺了继承人的身份 还花了一千多万 就换来这个结果 但你开心就行 这下子弟弟反应过来戴绿帽子了 本来就冲动的他 看到边上桌子上的匕首 猛的一下窜到了陆婷的面前 对着他的胸口就捅了下来 双毛欣红疯狂道 我把你当我亲哥 你居然给我戴绿帽子 你还是不是人 陆婷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血流如注 边上的人吓得尖叫了起来 而怒火攻心的弟弟 此时战斗力惊人 不仅捅了陆婷七八刀后全身而退 还打开了乔欣欣给他准备的杯子 里面的硫酸直接泼在了他的身上 他吓得立刻尖叫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响起的 就是他疼痛的哀嚎声 老子对你掏心掏肺 你要天上的心情我都给你摘下来 可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还敢给我戴绿帽子 你们全都给我去死吧 十三 发了狂的弟弟像个野兽一样 最后被警察带走 而陆婷和乔欣欣进了医院进行抢救 作为凶器的匕首 被警察调查取证完后 还给了学长 而学长又还给了我 还一脸歉意道 知义学姐 对不起把你放在我这里的匕首弄脏了 要不我买个新的给你的吧 我把玩着匕首 微笑道 没关系 该道歉的是我 我弟弟突然发狂 吓到你们了吧 我代替他和你们道歉 同学们自然纷纷摇头 说没事 但我很大方 请大家吃了饭 还叫了蛋糕 今天可是值得祝贺的好日子 陆婷运气很好 只在抢救室里 抢救了大半天就死了 这报复他的手段还没开始呢 就挂了 可真是扫兴 弟弟运气就不太好 虽说是激情犯罪 但过于恶劣 被判行了15年 时间很长 足够我安排很多人进去 好好照顾他了 让他的余生都在忏悔和悔恨中度过 至于乔欣欣 我直接联系了他在乡下 重男轻女的爸妈 把已经毁容的他带回去 他的毁容还不是一星半点 而是大规模毁容 靠得近还能闻得到他身上的恶臭味 其实多花一点钱 他还是能整容成普通人的样子 但是他的爸妈自然是守不得花钱了 还骂他是赔钱货 花这么多钱供他上学 结果毕业证没拿到 容也毁了 压根找到好人家换彩礼 最后用八万八的价格 卖给了隔壁一个五十多岁 有暴力倾向的老光棍当媳妇 结果还没过半个月 他就被喝醉了的老光棍 活活的打死在了猪圈里 这还真是凄惨又活该 全文完